1 2 3 诶 哇 变成XXX的耶 19日全台持续炎热高温 不少行人 机车族 阳光曝曬下 简直热爆了 气象局表示 19日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 各大地区仍为情道多云 午后山区有零星的对流发展 全台各地高温可达34度 今天到底有多热 我们使用鸡蛋进行几项不同的实验测试 分别在接到人孔盖上 户外的铁柜上 以及车子里面 来看看鸡蛋在烈日下会变成怎么样 我们现在室内办公室的冷气房里面 测得的温度是23度 现在外面到底有多热呢 我们实际前往测试看看 现在是上午了11点40分左右 拿着温度计在户外测得38度 现在户外的温度到底有多热呢 我们来实际测试一下拿出铝箔纸 我们现在户外的铁制香含来测试看看 现在是上午的11点半车内温度高达47度 好 我们现在实际来包蛋 这边有鸡蛋 然后我们拿出锡箔纸 把蛋包在锡箔纸之后呢 我们放在车子里面 然后经过几个小时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蛋有什么样子的变化 这样把蛋放在锡箔纸里面 然后把它进行包起来 这样就完成了 拿出碗之后呢 所以我们把这个锡箔纸包好的蛋 放在碗里面 然后罢工告成 几个小时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结果到底会如何 4时之后 放在仁拱盖上面的鸡蛋 经过4小时左右的时间 已经烤熟变成固体状 不会留下来了 大约经过4小时左右的 我们刚把鸡蛋放在铁箱含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蛋黄上面 已经半熟了 旁边的蛋白呢 它还是生的 而且呢 我们拿起来的时候呢 它还是会流动的喔 大约经过4小时左右 我们把鸡蛋放在车子里面 阳光直晒之下 它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来我们来看看 喔 等一下 光这个碗就超烫的耶 我们现在把这个锡箔纸给打开 这锡箔纸其实也非常的烫 好 这是我们的鸡蛋 诶 它有点点裂痕了耶 它真的有点裂痕耶 摄影师 有看到吗 诶 等一下 喔 超烫 超烫 我 我的手指头超烫的 好 那摄影师 我们只有一颗蛋 只有一次机会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失误 OK 诶 等一下 超烫 真的超烫的 好 可以吗 OK吗 好 一 二 三 好烫 好烫 诶 哇 变成水煮蛋了耶 完完全全的真的变成水煮蛋了耶 好啦 以上是我们做的实验 仅供大家参考 全台炎热高温 紫外线指数更超亮 提醒大家 如果没有必要 请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曝晒 外出活动也请多补充水分 做好防晒工作 中石电子报 今天真的热爆了 我们的采访报导 请大家按下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最新资讯